快看,这匹马竟然用自己的脑袋抵住了一辆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仔细一看,这匹白马所拦的车还是一辆灵车? 这匹白马怎么会拦住一辆灵车?它到底想要干什么? 难道它认识这灵车上过去的人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在动物中,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小猫和小狗们的了解是最多的,对它们付出的感情也是最多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很多感人、有趣、有爱的故事都发生在它们的身上。 但其实大部分动物都是有感情的,只是我们与猫和狗相处更近一些,因此能够体会到它们的感情会更多一些。 当然,也会有人将其他动物当作家人,它们自然也会从其他动物身上体会不一样的感情。 马儿其实也是很有灵性的动物,不管是我们中国的小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还是苏和和他的爱马之间的故事, 都向我们说明了,马儿其实也是非常通人性的动物。 它们能够感知人的喜怒哀乐,也拥有自己的情感,知道要报答自己的恩人。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白马索伦托就和他的主人建立了一段非常深厚的友谊。 这段感情一直延续到索伦托主人的生命最后。 在巴西,有一名叫做瓦格纳的年轻人,没错,他也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白马索伦托的主人。 瓦格纳是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儿,并且非常富有爱心,非常的善良。 他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救下了当时还是一匹小马鞠的白马索伦托。 索伦托的前任主人对索伦托非常的不友好, 并且在索伦托刚出生不久,就打算把小索伦托卖到一家马场当中,当作繁育的机器。 好在,善良的瓦格纳救下了小索伦托,并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亲自照顾。 可以说是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着小索伦托。 每天都会为身体缠弱的小白马准备营养丰富而又可口的饲料,干净且充足的水。 尤其喜爱为小索伦托刷起他那一身血白的皮毛。 也因为索伦托从小就在瓦格纳身边长大,所以在他眼里,瓦格纳就像是妈妈一样存在。 而且瓦格纳真的很心疼他,从来不会让索伦托再很重的东西。 而且每次索伦托再玩东西以后,他都会给他按摩一会儿,然后再让他好好休息。 在瓦格纳的眼里,索伦托不是予取予求的动物,而是他生活中的伙伴,是不可替代的家人。 但白马索伦托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为瓦格纳做的事情是一种索取。 相反,他很乐于为瓦格纳做任何事情。 就这样,一人一马和谐美满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好景不长,金蕴女神似乎不愿意眷顾索伦托和他的主人瓦格纳一样。 给瓦格纳以及爱着瓦格纳的人们,包括白马索伦托在内,开了一个巨大的不好笑的玩笑。 瓦格纳出了车祸,一场夺取了瓦格纳生命的车祸。 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离开了所有爱着他与他爱着的人们。 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小马居,索伦托。 瓦格纳的弟弟为自己的哥哥举行了葬礼。 葬礼上,弟弟邀请了瓦格纳所有的亲戚朋友,还牵来了索伦托来和哥哥告别。 瓦格纳的弟弟一直都知道瓦格纳这一生最宝贝的就是白马索伦托。 因此他知道瓦格纳最后最想见的,最舍不得,也会是索伦托。 所以瓦格纳的弟弟在一片亲朋好友悲伤的哭泣声中,牵着白马索伦托参加了哥哥的葬礼。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然而,接下来索伦托却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行为。 只见这匹白马缓缓地走到了临车前,临车里放着的就是瓦格纳的遗体。 索伦托就好像知道瓦格纳睡在里面一样,先是轻轻地嗅了几下, 然后索伦托便将自己的脑袋抵在了临车上的棺材上,开始抽气起来, 似乎是知道自己的主人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一样,再做最后的道别。 虽然索伦托没有表现出其他过多的情感, 但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说明了他是有多么的伤心。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一幕,也都忍不住纷纷放声痛哭起来。 之后,白马随着行人将该男子的棺材送到了墓地, 一路上非常温顺听话。 到了墓地之后,当下葬瓦格纳时, 索伦托突然在一旁急得跺脚,他很无奈,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其实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索伦托更加悲伤。 动物与人相处久了,他们是可以感知爱的,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永远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 也永远没办法割舍对主人的爱。 但是,人类对动物们的爱也不会少于动物们, 毕竟双向的奔赴才会换来情感上的双赢。 这句话不止在人与人之间适用, 在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下面这个故事中,女人和她的马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南部,生活着一个中日与马儿为伴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妮可·格兰汉姆。 妮可总共养了十多匹马,同时还经营着一家马类牙科医院。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妮可带着自己可爱的女儿在吉郎海岸边骑马游玩。 突然,她们18岁大,495公斤重的爱马阿斯州陷到了泥地里。 年轻的母亲妮可还没来得及向女儿发出警告, 就发现她女儿骑的小马也部分地陷在了泥里。 女儿受到了惊吓,害怕地朝着妈妈哭喊求救。 妮可也是心急如焚。 好在努力了几次后,妮可成功地将自己拖出泥地之后, 帮助女儿和她的小马转移到坚硬的地面上。 然而,她的爱马阿斯州却在挣扎中越陷越深。 尽管她努力地想要将阿斯州移出泥地, 但由于她的体重实在是太重了, 妮可的营救没有起到丝毫的效果。 这时,女儿跑回他们的轿车里, 打电话向他人寻求帮助。 而妮可却没有抛下阿斯州, 独善其身, 而是勇敢地留在了爱马阿斯州身体的一侧, 陪伴着阿斯州等待救援。 妮可勇敢地擒住了阿斯州的脖子, 让她的脖子处于高处, 防止她继续下沉。 终于,救援队赶到了案发现场, 但随着潮水越涨越高, 妮可和阿斯州的情况也越来越紧急,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溺亡的危险。 好在通过长达三小时的救援后, 阿斯州和妮可最终获救了, 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 妮可一直陪伴在爱马阿斯州的身边, 给她安慰。 不得不说,妮可真的很勇敢。 毕竟在这样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这样不过一切依然陪伴在自己爱马的身边的例子, 应该是少之又少了吧。 动物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生灵, 我们也要向妮可学习, 好好保护环境, 爱护我们身边的动物们, 和它们一起和谐相处, 相信未来的我们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